结束了第四届摔跤狂乐比赛后 Hogan参与了由WF所资助的电影《无拘无束》的拍摄 在电影中身为主角的Hogan打败了反派宙斯 导致不服气的宙斯把这段恩怨带到了WF 希望在现实生活中向Hogan做出报复 并以Hogan的宿敌沙维奇进行了结盟 就在1989年5月27号的周六玩主赛事 正当Hogan准备以Big Bossman进行铁龙战的时候 宙斯登陆了WF挡住了Hogan的去路 使出几招重拳便将冠军统治者打得满地爪牙 接着就在沙维奇与对手牛肉饼的比赛中 宙斯干预了比赛 攻击了即将获得胜利的牛肉饼 而Hogan则向好朋友牛肉饼做出了援助 但即使Hogan用尽了毕生奶力 却始终无法让强大的宙斯感受到一丝的痛苦 并被宙斯利用雄暴控制了自己 再由沙维奇做出了反击 而就在沙维奇拿出力气准备进一步伤害Hogan的那一刻 不舒服的牛肉饼错了宙斯的眼睛 Hogan则在摆脱了对手后 请出了铁蚁大神的帮助 但区区的一张铁蚁大神 又怎么可能敌得过 同龄宇宙的无上天神宙斯呢 于是牛肉饼便请出了另一张铁蚁大神协助了Hogan 这才让强大的宙斯有所收敛 暂时化解了这场人与神之间的危机 时间来到1989年夏日狂潮主赛场 主办方议定了Hogan与牛肉饼 对阵萨维奇和宙斯之间的双打比赛 然而就在众选手陆续登场后 看见对手带着妖女士的薛丽姐姐 Hogan似乎心里有些不是智慧 于是便向主办方做出了申请 邀请了红光闪闪的Elizabeth为团队助阵 比赛开始后 强大的宙斯便占据了优势 将Hogan直接控制在了地板上 牛肉饼虽然帮助Hogan摆脱了对手 但却换来了宙斯雄暴的事后 而萨维奇则在使出斧头手攻击了Hogan后 接过了宙斯的棒子继续比赛 向Hogan执行的锁记轻禄 然而就在Hogan被锁得快透不过气的时候 台下的Elizabeth与观众们立马向Hogan进行加油 让加满油后的Hogan重新得到了复苏 但就在Hogan即将逆转局势的时候 宙斯却偷袭了Hogan 并在替换下的萨维奇后 向Hogan执行了熊暴 好 看得出宙斯来来去去 除了熊暴就还是熊暴 于是在Hogan对这招熊暴开始产生免疫的时候 萨维奇再次出场 向Hogan做出了猛烈攻击 但就在萨维奇与主裁判进行争论的时刻 Hogan趁机得到了喘息空间 并成功闪避了萨维奇多次的出招后 Hogan顺利替换下了队友牛肉饼 而表现出色的牛肉饼 不但将萨维奇打得措手不及 更在宙斯出场并忙着怒哄的时刻 牛肉饼戳了宙斯的眼睛 再向其执行的Chin Lock 但却被萨维奇利用鹦鹉敲打了头部 而就在萨维奇向已经失去意识的牛肉饼 进行压制的时候 为了避免团队在不公平的情况下输掉比赛 Hogan多次做出了干预 导致萨维奇无法顺利进行压制 最后便以虚弱的牛肉饼进行了替换 但就在Hogan占据优势的时候 先以萨维姐姐的干预 Hogan被萨维奇做出了逆转 可就在吃下的大招Fying Elbow后 Hogan开启了打不痛精神模式 将萨维奇狠狠揍下了比赛擂台 见证后的宙斯立刻挺身而出 向最佳状态的Hogan发出了挑战 然而就在Hogan的多番努力下 强大的宙斯还是被打得快要失去了能力 一旁的萨维与萨维奇虽然尝试做出了干预 但在Elizabeth和牛肉饼的阻止下 两人还是功亏一篑 并被Hogan借刀杀人 拿起了鹦鹉砸向的宙斯 并补上了终结计断头角之后 Hogan进行了压制完成了毒秒 赢下了1989年夏日狂潮比赛 比赛结束后 Hogan也顺便帮助Elizabeth出了一口气 不但向萨维进行了试灭 还利用大剪刀剪断了血利的长法 来到1989年强者生存比赛上 Hogan延续了已有钱人泰德之间的斗争 两人展开招兵买马 组织了各自的战队 Hogan战队成员就包括了 在第五届摔跤狂的比赛 以泰德发生斗争的蛇王Robert 以及在1989年强者生存大赛 以经纪人夫妻先生闹翻的 Demolation成员斧头以粉碎 而泰德所领导的百万美元大军 则由再次被Hogan打败的无上天神宙斯 以及夫妻先生所掌控的翻版道路战士 The Power of Pain 军阀仪也蛮人 而就在比赛开始后 宙斯便指名道姓坚持要与Hogan进行对战 并在利用自己坚硬的身躯 交耗了Hogan的体力后 宙斯将Hogan控制在了地板上 试图将Hogan窒息 建造后的主裁判 立即阻止了这不合法的行为 但却两次被冥顽不灵的宙斯 抛出了九霄云外 于是主裁判直接宣布 宙斯被取消了资格 但根本听不懂人话的宙斯 展示了自己的强大超能力 这才引起了无上天神的注意 在观众们的鲁骂声中 退下了比赛擂台 随后泰德本以为自己捡到了个大便宜 可以肆无忌惮地向虚弱的Hogan进行肆虐 可没想到却在一次失误中 被Hogan抓到了机会 以蛇王进行了替换 而蛇王则在减弱了泰德的作战能力后 放出了可怕的军阀与野蛮人 两人疯狂地向泰德输出力量 这也引起了Hogan的兴趣 加入了两人的活动 三人合力再次向泰德疯狂地输出力量 然而狡猾的泰德 还是在以斧头的对抗过程中 做出了反击 向对手释放了痛苦的力量 而在以对手的来回交手中 斧头本有机会扭转局势 但却被台下的伏技扳倒了自己 导致一旁的军阀有机可蹭 向其进行了压制 成功将比分带回了平局 而战友粉碎试图从有钱人 泰德的身上 报复斧头的淘汰 但却被一招突如其来的 Fying Coast在击倒 并直接领了盒饭 接着百万美元大军 将目标放到了蛇王的身上 三人轮流向其做出了攻击 泰德甚至向蛇王执行了大招打撞击 索性在绳索的协助下 蛇王还是保住了饭碗 并在闪避了一招飞步后 蛇王成功替换下了Hogan 而就在Hogan一路战尽上风的时候 百万美元大军故意制造了骚乱 一旁的金发衣也满人 则趁机夹击了Hogan 不顾裁判的阻止 向其完成了大招打撞击 对抗过程中 蛇王几乎完全占尽了上风 但却被台下的维吉尔进行了骚扰 导致一时寄养的蛇王 将维吉尔送进了比赛擂台 向其执行了终结计DDT 现状后的泰德则立刻抓紧时机 一拳奏向了蛇王 并在绳索的接力下 成功向蛇王进行了压制 让差一点就能复仇的蛇王 直接隐恨西北 然而拥有超能力的泰德 最终还是敌不过Hogan的越打越精神能力 在吃下了Bigfoot与断头脚之后 泰德最终还是俯首称臣 让Hogan成为了比赛中唯一的幸存者 赢得了1989年 强者生存大赛荣誉 结束了强者生存比赛后 Hogan与好友牛肉饼再次携手出击 以速敌萨维奇和宙斯进行了铁龙战 但就在Hogan尾随牛肉饼 准备进入铁龙作战的时候 薛丽姐姐却向Hogan做出了袭击 并在萨维奇控制住Hogan的同时 锁上了进入铁龙的大门 试图让Hogan无法向队友牛肉饼给出援助 但显然的当时的铁龙高度 根本无法以如今的铁龙相提并论 Hogan很快便轻松的进入了铁龙 向落单的牛肉饼给出了协助 两人合力将对手们打得措手不及 而狡猾的萨维奇本想趁机爬出铁龙 索性被机灵的牛肉饼做出了阻止 并在薛丽试图做出干预的时候 把两人装的神魂颠倒 随后就在铁龙内的两队人马 将比赛打得轰轰烈烈 并几乎耗尽体力的时候 主裁判试图打开铁门准备进行观察 但却被一旁的血力有机可撑 把主裁判撞倒在地 并向萨维奇送上了秘密武器锁链 然而就在萨维奇登上高处 准备以锁链勾击牛肉饼的时候 投机不成18米的他 却反被牛肉饼做出了反击 并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 利用锁链击倒了萨维奇 而Hogan则在被宙斯击倒后 供奉了三次大招断头角 这才成功将强大的宙斯送回了天界 回到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地方 就连无上天神宙斯都能够战胜的Hogan 其摔跤事业 几乎已经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境界 然而Hogan虽然在摔跤狂乐 以及强者生存两大赛事上 都留下了其胜利的印记 但却迟迟没有在皇家大战比赛上名流轻死 于是就在1990年第三届皇家大战主赛场 Hogan参与了30人淘汰赛 并幸运的获得第25位出场名次 而这时的Hogan也终于遇到了一位 真正能够动摇起盟主地位的超级巨星 对此人就是同样拥有满身肌肉的终极战士 就在皇家大战比赛擂台上 两大巨星首次相遇 两人携手将场上的多名配角选手们 送下了比赛擂台 而我们的伤心小子Shan Michael 也在登上比赛擂台一阵子后 被终极战士结束了短暂的旅程 而首次相遇了两位巨星 并没有在这场战役上一决雌雄 只是利用一招Double Coastline 证明两人的实力不相伯仲 Hogan则在野蛮人与绿路的助攻下 将终极战士淘汰出局 最终还送走了最后一位登场的Mr.Perfect Hogan赢下了职业生涯中的首次皇家大战30人比赛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老爷子Hogan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